开放国会论坛在台北登场了 总统参议文表示 台湾是位处于民主防线的最前线 愿意和各国来分享经验 而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还有美国众议院的议长裴洛西 都致函来祝贺力挺台湾 另外在法国还有荷兰之后 爱尔兰参议院也通过了友台决议 反对以武力解决两岸分歧 2021开放国会论坛2号在台北登场 这次有多国国会议员来台 加上线上参与 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以及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 都致函祝贺 表达对台湾民主的支持 总统参议文强调 台湾未处于民主防线的最前线 愿意跟各国分享经验 立法院长游锡坤跟同场参加的美国国际 民主协会会长米德韦都被中国列入制裁黑名单 两人同框 气氛热络 游锡坤更笑称感谢中国给他跟台湾女婿 对米德韦这样的勋章 所以我跟米德韦先生就是这次就是共同被颁受勋章 米德韦认为制裁是更彰显中国本职 他会继续他的工作 现在国际间友台抗中声量越来越大 爱尔兰参议院一号也通过挺台决议 呼吁政府增进跟台湾互动 反对以武力解决两岸分歧 外交部长吴钊燮表示 这一阵子在欧洲地区看到挺台的声音不断提升 将会持续争取更多支持 记者韩云陈昌伟台北报道